原标题 所掌握的兵将完全可以平定叛乱 包括在辽东岗市的努尔哈赤后进政权 然而由于崇仁的好面子缺少担当 刚愎自用 这一切都变得扑速迷离起来 在崇仁手下做官 尤其是做一个能独当一面的高级官员 似乎并不是一件开心的事 在崇真一朝 非正常死亡的高级官员 远远多于以往任何一朝 如雄亭币 袁崇幻 吴相生 王霸珍 杨皎等等 都死得很不人性化 尤其是一代战神 袁崇幻被临时处死 真不知道他和崇真得有多大的仇 史书铭记北律 记载了袁崇幻受死的细节 袁崇幻被临时到皮肉已进食 还没有断气 心肺之间叫声不绝 百姓将银一钱 买肉一块 如手之大 但之 时时必骂一声 须于 崇幻肉稀卖进 可见 袁崇幻在当时与全国人民都有着极大的仇恨 事实或真如此吗 袁崇幻是广东东莞人 万历四十七年考中进士 最初在福建少武县坐之线 由于他有着天生的军事才能 后被御史侯寻发现 并推荐到兵部任职方主事 明史称 袁崇幻为人慷慨负担略 好谈兵以编台自诩 刚上任不久 袁崇幻就做了一件让人目瞪口呆的事 当时恰好遇到广年战役民军大败 袁崇幻得知消息后 单其前往山海关明查办法 以至于都没向主管领导请假就去了 回来就向主管领导行应 给我军马前两 我足以守卫此官 康毕自拥 我行我苏的秉性暴露无遗 展开全文作为体制内的高级官员 袁崇幻这种喜欢独来独往 积住自出的性格特点 注定了他不合群 很少会有知心的朋友 更巧合的是 他这种性格和当朝老大崇仁的性格像 四 一主一仆 两人要么合作愉快 要么会成为仇敌 由于脾气对路子 崇真很快就任命袁崇幻为兵部上书兼幼赴读御史 都市寄疗 监督等 来 天津军务 可谓是唯以重任 然后在平台召见袁崇幻 见面后 崇仁礼貌的与他寒暄一番 然后就迫不及待的问道 剑步后今 跳梁已有十年 封疆沦险 辽民涂炭 清万里复赵 忠永可家 所有评辽方略 可据实奏揽 袁崇幻回答 所有方略已另写奏揽 陈受皇上之欲之恩 赵臣于万里之外 躺皇上能给臣便以行事之权 五年而聊东外患可平 全聊可负 大话不假思索脱口而出 这对正被内忧外患搞得焦头烂额的崇真来说 元崇幻的话 无疑于天降甘霖 就连一同接见他的那个重臣 听了也无不欢欣鼓舞 只有兵科给适中 许玉清对此持有怀疑态度 在中间休息的空隙 他悄悄问袁崇幻有何行事方案 没想到袁崇幻的话让他差点怀疑人生 袁崇幻打约 聊为圣心儿 你这是要拿崇真寻开心 良久 许玉清才想起来提醒袁崇幻 皇上应命至极 你岂可浪对 到时按期则公 你怎么办 袁崇幻未坐堂 随即 袁崇幻向崇真提出了三个条件 以保证他五年的评疗计划 第一要互不保证钱粮 第二要兵不保证武器 第三要力 兵二不保证给他用人上的主动权 对于这些近乎苛刻的条件 崇真竟然一一应允 甚至还赐给他可先斩后奏的上方宝剑 也正是这把令人生畏的上方宝剑 后来断送了他的性命 同时在某种意义上 也断送了大明江山 手持上方宝剑的袁崇幻 在崇真满怀阴泻希望的重任下 意气风发的来到辽东 来到辽东后 首先让他头痛的就是粮草问题 就在他来到之前 辽东最高军事长官 毕自速和总兵朱梅等人 就因为长期圈响被愤怒的士兵 抓住打得血流满面 毕自速火 事后愤而自杀身亡 袁崇幻上任后 虽解决了部分军饷 但与巨大的开支相比 仍属被水车心 不得已上书崇真 希望能从他的那趟中 拿出一部分来应急 否则怕会生变 而崇真最恨的 就是有人惦记他的私房钱 哪怕这私房钱 是用来保卫他们老朱家的江山也不行 可想而知 袁崇幻的奏章不仅没起作用 反而给崇真留下一道不满的阴影 居想无望 袁崇幻又把目光对准了皮岛守将毛文龙 皮岛是位于渤海中的一座长石屋里 宽约十里的小海岛 与张子岛和陆岛遥相呼应 军事位置极甲 皮岛守军一直是牵制努尔哈赤的一支重要力量 也正是由于他的存在 才讲的后金政权不得安生 但是也正是由于此 搞得毛文龙有点无法无天起来 皮岛守军完全成了毛家军 高级将领都是他的亲戚 全姓毛 守军不足五万 他却谎报说二十多万 十多万人的空想都落入了他的腰包 另外他还利用皮岛的优越地理位置 向来往的商船自行征税 也不上交朝廷 对此朝廷也是心知肚明 因为需要他 只要不投后金就行 所以也就一直放任他胡来 袁冲焕对毛文龙的做法 很快就搞得一清二楚 于是他决定先拿毛文龙开刀 这位患有道德洁癖的忠臣 在想好了对策之后就登倒了 不难看出 他收拾毛文龙并不是为了私利 只是看不惯毛文龙的骄横步伐 他首先派员对毛部的经济进行审计 随后宣布海禁 直接就断绝了毛文龙的额外收入 对此 毛文龙尚书重贞 悲愤的说 诸臣不计楚臣 不计绍奴 香江山 而快私奋 操歌毛鱼同事 但是重贞的态度 却很含糊 迟迟不肯表态 这就让袁崇幻有了 可用则用之 不可用则杀之的念头 最终因为毛文龙的不肯认输 而被袁崇幻当场斩杀 随后 毛部被整编 平心而论 毛文龙有错 但罪不当诸 袁崇幻 任性的斩杀了毛文龙 也为自己日后的悲剧留下隐患 毛文龙被杀 连崇真也吓了一跳 然而 他既然把辽东之事全盘交给了袁崇幻 把他看成力挽狂澜的不二人选 况且 袁崇幻本人也当面立下五年平辽的军令状 再追究毛文龙之死已无济于事 反而会影响袁崇幻的五年平辽计划 所以 也就没再追究 但如此一来 袁崇幻也相当于把自己推上了绝路 五年不能平辽 必死无疑 后金政权也正式抓住了毛文龙被杀这一有力时机 在安抚了漠南蒙古之后 黄太极亲率十万大军 绕开袁崇幻重兵防守的宁远和锦州 从辽西京蒙古地面 由济门明军防守薄弱地带入侵关内 平心而论 袁崇幻京略辽东 没少给黄太极带来麻烦 害得黄太极不敢 正面和他对抗 当黄太极的大军越过洗风口长城 兵临距京城只有二三百里的尊化城下时 袁崇幻这才如梦初醒 急忙亲率主力进入山海 关增元 而此时的京城早已是人心惶惶 刚毙而又多疑的崇真 见袁崇幻五年平辽的计划已成泡影 弃老之余又多了一种被欺骗的愤怒 他一面启用孙成宗守卫京师 一面下令调外地军队秦王 事已至此 如果袁崇幻能够及时打退黄太极 即使不能平复重任对他的不满 但还不至于将他撤职 更不至于被下预问罪 可怕的是 袁崇幻一不小心又犯了一个错误 不是因为别的 而是因为他的忠心 当时 京城已有谣言 说黄太极此次能轻易进入关内 是袁崇幻暗中将后今 袁崇幻从关外星夜赶往京城 是想与后今联手里应外和攻入京城 如今 袁崇幻大军直抵京师门外 并要求军队入城 手握重兵的大将要求进入京城 多疑的崇幻 哪里信得过他 对袁崇幻而言 他以为自己是十足的忠诚 是在为君王考虑 而对于崇幻和朝廷大臣而言 袁崇幻不在城外惠敌 却想率军入 城 谁能保证他和后今没有丝毫瓜葛 虽然黄太极的离建计并不很高明 但对付多疑的崇真足够了 事情按着黄太极拙劣的计策进行着 崇真把袁崇幻骗进城 随即将他抓捕下狱 仅仅过了不久 在崇真安排好接替他的人选后 就下旨将袁崇幻一律折之 那场大快人心的凌迟大宴 就这样不可阻挡地发生了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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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